大家好 我們想要關心今天的天氣 那麼這幾天天氣都還是持續比較晴朗炎熱 雖然說在明天會有一道封面雲氣南下 但是目前看起來這一道封面的結構也沒有很紮實 而且帶來的水性量不會算很多 所以大家還是要多節約用水 我們從雲土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我們台灣上空雲量都還是比較偏少 那麼目前封面的位置在哪裡 雲土上面可以看到 大概是在長江流域附近 正在逐漸的南下 那麼這一道封面的話 它移動速度是比較快 大概在禮拜三的時候會逐漸影響到我們台灣 但是它的影響範圍並沒有很大 大概就是北部跟東北部會受到影響 接下來很快的禮拜四 這道封面雲氣就會逐漸遠離 禮拜五禮拜六到禮拜天 天氣就恢復比較晴朗穩定的狀態 又還是回到偏南風影響的情況 所以都還是會比較悶熱的天氣型 天氣的這個形態 但是要特別注意就是山區 可能會有局部零星的午後雷震雨 那麼下一波封面雲氣影響的時間 大概會在下個禮拜 但是變動程度還很大 所以提醒大家還是要特別的當心 另外的話就是 雖然說目前看起來 這道封面雲氣的結構 並不算是很紮實 但是春天的封面有時候再來的時候 也不排除可能會有局部發展比較旺盛的對流 所以還是要特別注意 可能會有局部比較大的雨勢 那麼在未來四天主要容易下雨的地區 在禮拜三的話主要是北部跟東北部 另外在中南部山區可能有局部的 這個午後熱對流發生 禮拜四是類似的情況 但是北部跟東北部的降雨會有比較明顯的緩和 只是雲南還是比較偏多 禮拜五跟禮拜六降雨都會比較明顯的緩和 但是山區可能還是要特別注意會有局部的午後熱對流 那麼接下來在今天晚上各地的話呢 主要降雨機率比較偏高的地方 是在我們外島的馬祖跟金門 另外就是我們的台東跟綠島 可能降雨機率也是稍微偏高 但是都是局部零星短暫的陣雨 那麼在溫度的話呢 低溫大概是25到26度 高溫的話大概是29到31度左右 那麼在明天各地天氣的話呢 要特別注意就是北部跟東北部 地區會轉成有這個陣雨的情況 最主要是因為封面雲西南下 我們的東部呢也會有局部零星短暫的陣雨 中南部要稍微注意可能會午後雷陣雨 另外呢在低溫的話大概是25到28度 北部跟東北部會因為雲釀偏多跟下雨的關係 溫度稍微往下降 但是還是可能會有點悶熱 溫度還是會有30度左右 另外在我們南部要稍微注意 空氣品質可能有機會到達 對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級 所以明天算是一個封面雲西影響 天氣會有點轉變的情況要特別注意 最主要就是封面雲西會有快速通過 那麼北部跟東部地區會有局部的短暫陣雨 中南部比較不受到影響 持續是比較輕浪炎熱 但是還要注意空氣品質以及防曬 因為紫外線都是過量到五線等級